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丁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卢君宏谈长 我是代表这个宁波的黄花安师父 他是我师父 也是我婆婆 他在黄波黄花安造了房子 就是一直造庙 造了就是八年 然后第六年的时候生病了 现在呢 语言障碍 只有我一个人能听懂 其他人都听不懂 身上呢 以前身体特别好 现在到处都是病 帮我帮助他看看 师父最喜欢帮法师看 因为他们已经付出了 谢谢 谢谢 他是1944年属猴子的 哦 看到了 他的过去就是在这个庵里边的 有一个老主持过世的 一个老主持对他不满意 经常在他身上 他动了里边很多的土 而且他把后面有一个 埋了几个过去的法师的文啊 坟啊 移了也不知道签掉了 是不是第三状的那个庙啊 对了 就是那个庙那个庙的时候就是语言不会讲 对了 就是他去动了后面的东西了 哦 谢谢 明白了吗 台长他应该怎么做 他现在应该首先跟观世音菩萨念 礼佛大唱会完 一共要念一千遍 然后一千遍念完之后 小房子也要念两百八十张 已经托别的师父帮忙 去年知道这个心灵法门之后 已经是帮助他念了七百张小房子 还要念两百八十张 再两百八十张 念完之后 你看看哪一天 啊 念完了差不多了 师父看看能不能啊 特别的救他一下 我可以叫他讲话的 哦 谢谢 好吧 其他身上这些毛病都会自癌就好了是吗 什么叫自癌啊 那他就是现在变成了高血压 糖尿病什么病都有 现在就是灵性病太多呀 明白了吧 明白了 谢谢 谢谢卢台长 台长现在帮他大上治一下 哦 好 我看到他的下嘴唇 这里啊 下嘴唇这里 就是这个嘴巴 整个被这个师父 他过去的师父控制住了 你明白吗 现在你叫他 所以他的舌头跟下嘴唇啊 这里发麻 所以讲不出话来 我现在让他好一点了 他可以发生了 你不信叫他讲一讲 你好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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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嘴唇这里完全化掉了 所以他一下子可以讲话了 但是呢慢慢慢慢 他又会硬起来 你赶紧要帮他 我刚刚讲的礼佛要念 他不能去动人家土 尤其一些古代的人 或者过去亡人 在后面埋的坟 这些都不能动的 所以一动 很多人一拆迁房子 后面土一动就倒霉 明白 卢台长 还有他是这辈子 特别苦 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 就是灾难不断 他是赵妙之前 后来是不会讲话了 之前他是 我告诉你 就是赵妙的时候 一个是动土 而且还有一个 他自己当时 你别说他老实 有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对对对 我不想多讲 你都知道 鼓掌 谢谢 还有卢台长 你们说精彩不精彩啊 对对对对对 你们想听吗 你们跟台长在一起 我天天可以讲给你们听这些事 现在我告诉你 你等等啊 我请关心普少 饶恕他的罪吧 谢谢 谢谢台长 好了 你去看好了 我告诉你啊 不出一个月 恢复的很好了 谢谢 你们记得吗 就是前几天一个坐轮椅的 在大法会上 他根本不能站起来 不能走路的 台长当场叫他站起来走路 你们看见他我还一二一叫他吗 那昨天会奔奔跳跳的 连轮椅都不要了 感恩卢台长 感恩华市部长 谢谢 好了